大家好,这里是绿正悟空I4U 今天是2019年4月7号 这是我今天录制的第三个视频 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我想跟大家谈一下 中共对台湾可能有的一个魔鬼倒计时计划 那么说到这个事情呢 还是先要从班农他在很多场合都向大家出示的一本书谈起 我印象当中他在和郭文贵一起做视频直播的时候 他有随身携带这本书 另外他去欧洲做巡回演讲的时候 也有向大家出示这本书 这本书的中文名字叫超限战 英文名字叫Unrestricted Warfare 那么这本书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个人感觉就是在去年中共就是已经陷入了一种在全球都被孤立甚至敌视的这么一种状态 那么我个人感觉除了这本书在美国以英文就是公开发表上市之外呢 还有就是2025中国制造计划以及一带一路计划的高调宣扬 所以这三者是形成了就是让美国感到了来自于中国的这么一个潜在的威胁 甚至于就是中国等于是向全球公开彰显了他的一个称霸的一个图谋 那么除了这三者之外 事实上我认为还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就是对台湾台海问题也有一个严重的威胁 在推特上呢有一个账号 他看起来有点名不经传 他在2018年去年12月11号发表了一篇推文 他说什么呢 他说距离中国大陆零伤亡武力收复台湾最迟还有161天 按照他的这个说法 我去看了一下他的这个计算的日期截止在2019年的5月21号 距离现在4月7号的话也就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那么这个人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呢 他我去看了一下 因为他实际上就是在美国出版的火箭军主攻方案 中国临伤亡收复台湾新思维这本书的作者陈国栋 按照陈国栋他推特的自我介绍 当然这个介绍的内容我也在网上透过其他的渠道去核实了 应该是他本人的一个推特账号 他自我介绍说是中国的无党派独立学者 水下新军事革命的开创者 曾经在航天系统工作了十几年 那么他在2017年的3月份就在美国出版了一本书 题目叫做美国会被日本取代吗 然后他这本书呢就引起了中国国防大学的教授 也是一名大校刘明福的注意 然后呢据他讲就是刘明福大校就私下委托他制定攻台方案 他这里说是私下委托 我个人觉得其实是穿帮的 因为他出版的这本书里面就包括了刘明福 为他写的七千多字的书评 那么这个方案和这本书的由来是什么呢 用他这本书的说法就是直到2018年的春季 美国军方和台湾军方都认为大陆是没有武力统一国家的 另外呢大陆的军方私下里也是这么认为 因为在这之前也就在他的这个方案出台之前呢 联合登陆作战方案一直都是中国军队武力收复台湾的主要方案 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方案 据陈国栋自己描述 这个新方案呢可以在十分钟之内轻易的制服台湾 台湾军方没有办法有效防御 而美国方面呢他认为也没有办法阻止这个方案的实施 另外他认为这个新方案要在一年内实施 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推特上就是制定了一个倒计时 这个倒计时的截止日期呢在他设定在今年的5月21号 他这个方案的具体的实施办法呢 是说用中短程的弹道导弹10分钟之内摧毁台湾的电力系统所有的变电站 这样就会使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台湾陷入瘫痪 然后他认为台湾就会不得不同意大陆接管 另外他说这是从科索沃战争获得的一个启示 也就是摧毁电力系统可以迅速的让对方放弃抵抗 那么他的这个方案实际上是有很多的信息收集做依据的 我们来看看 他已经收集了有关台湾电力系统的很多数据 比方说2018年2月的统计数据显示 台湾所有发电机组总共有183套 另外呢他还说有27个大型电厂是确定的目标 这个27个大型电厂呢就占了全台湾的电力供应的94.1% 另外呢他还说因为台湾呢几十年都是致力于反登陆作战计划 所以呢他没有考虑把台湾的电网纳入地下工程 没有建比方说是地下核电产 所以他认为就是台湾的目前的电力系统的现状 是没有办法抵御对电力系统的直接攻击的 另外他还谈到了怎么样应对美国的可能的干涉预案 他说美国就算是出动六艘航母和全部的隐形战机的话 也无计可视 因为弹道导弹发射以后就难以拦截 另外中国呢可以将短程弹道导弹的发射阵地向后移200公里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用中远程导弹应对美军 因为他的这个主攻方案设计呢 只要十分钟就可以完成攻击 所以对于美国可能采取的应对呢 他也考虑了就是在攻击完成之后 美国可能会采取的措施 他认为就是贸易禁运 用他的说法是哪怕美国是几周的贸易禁运 都会给美国的领先行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当然也会对中国带来极大的困难 这个对中国的结果呢是一输一赢 他认为会赢在芯片产业若干年后替代进口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他这本书的出版是2018年5月17 16号在美国出版的 那么我们知道他既然在美国出版 肯定他在出版之前有一系列的 也就是美国的方面已经知道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他这本书出版上市之前的一个月 4月16号美国的商务部就做了一个对中芯实施禁运 也就是说从芯片的方面就是切断了中芯的芯片的来源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去年中芯遭到的这个芯片制裁 恐怕和这位胆大妄为的陈国栋的行为挑衅行为也不无关系 对吧 也就是他不但写了这样一本书挑衅台湾 也直接上门挑衅美国 因为他选择把这本书在美国去出版 所以这就让我联想起 华为在T-Mobile案里面 也就是华为的总部 他是知道在美国的华为是有跟T-Mobile公司签署了一个 不可以去对T-Mobile机器人拍照 不可以去尝试窃取他的一些原代码等等 但是呢 华为的总部就公然派出了一个战狼 然后战狼的邮件里面就写得非常清楚 我的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去那个实验室 就是要去拍照 就是要去获取更多的细节 甚至于他还向华为的总部还汇报 就说我昨天被他们赶出去了 我今儿个还要再去 所以这是为什么在FBA 他所在起诉的里面 他用的是一个什么词啊 他用的是Brizen 就是一个无耻至极这样一个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陈国栋 他写这本书 也就是他似乎考虑周密 但现在看来非常的讽刺 对吗 关于这个方案的起源呢 我看了以后呢 我感觉非常的可怕 可以说是其心可诛 他这里面是这么讲的 他说现代战争的尽头是让敌方无力抵抗 而无力抵抗的标志呢 就是大面积的人道主义灾难 另外他还顺便的就是恶心的玫瑰吧 他说这个这个说法呢 实际上是起源于美国内战时的一个称之为 谢尔曼的法则 至于这个人道主义灾难呢 他认为有三种定义 第一种定义就是在农业社会的人道主义灾难 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四个字 烧光抢光 第二种呢 是半工业半农业社会的人道主义灾难 用他的说法就是用燃烧弹对城市实施地毯式的轰炸 然后第三种就是工业社会 也就是他这个方案的一个起源 他说的是在工业社会呢 摧毁或部分破坏电力设施 可以制造人道主义灾难 为什么我感觉就是其心可诸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即便是战争 他也有一个人道主义底线 对吗 而他的这个战争方案的设计 完全就是制造人道主义灾难 也就是突破你这个底线 去设计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 他的这个方案可以显示出 就是整个现在中共 无论是从华为的做法 无论我们可以看到 从他这本书的这个理念 都是一种突破人类道德的底线 我们知道一般一场战争 总要有一个起因和契机 这个作者在这本书里面 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是第一 他又是顺带恶心的一把美国 他说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时候呢 就是在1964年8月1号到4号 连续主动攻击越南北方政府的鱼雷艇 然后说他编造了一个通话记录 谎称遭到攻击 然后就造成了一个越南战争的一个开端 另外呢 他对于大陆如果攻击台湾的话 他认为他说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借口 他第一个呢就是2006年2月27号 陈水扁呢 以台湾领导人身份宣布 国家统一委员会终止运作 第二个呢 他说的是2018年3月16号 美国正式签署生效了台湾旅行法 他说有了这两点 大陆就可以不用宣战 就直接攻击 我们来看看这个作者还说了哪样一些 让我一个大陆人都感觉到无地自容的一些话 他说如果大陆按照他这个方案去武力收复台湾的话 台湾上下应该感到宽慰 因为台湾赚了 说本来2008年中国就可以轻易收复台湾 另外他说他的这个方案呢 是为了避免即将爆发的血腥内战 我个人觉得就是他这本书里整个透露的就是一种 还是那个词Brizen 有点厚颜无耻 而且呢逻辑相当的混乱 所以当他说是避免爆发血腥内战的时候 他也给他的这个方案设计的是人道主义灾难的一场战争 所以当你发动的这个战争都是突破了战争的底线的时候 你有什么资格去说台湾上下应该感到宽慰 而且说台湾赚了 所以尤其是考虑到大陆的最高领导人都是一再强调台湾海峡两岸一家亲的情况下 你说你要发动一场突破战争底线的人道主义灾难的战争 你还说台湾赚了 真的是让人觉得只能是用那个词厚颜无耻了 所以这个就再一次凸显了中共 他现在很多事情就是他要目的先行 有了那个目的在那以后 甭管用什么手段 只要达到我的目的就OK的 所以他会突破任何一种底线 所以他也不在乎你说他什么无耻 他都不在乎的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看 给他这本书写了书评 实际上也是就是让他写这本书的这个人 也就是国防大学的教授刘明福 他也是军方的一个大校 他给这个书写的书评里面有这样几点 一个呢 他是说解决台湾问题 立足点不是和平统一 而是武力统一 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 跟中方高层一再说的台海一家亲 因为当你动用军队动用武军队的武力的时候 你这无论如何就已经不是一个就是对人民 为什么六四遭到海内外的很多的批评 就是因为你用的动用的是军队的这种枪炮 这种枪炮一般只是用来对于外族侵略的时候 才可以动用的一种武力 你用来对他的人民 对吗 所以这个一样的道理 如果你唱的是台海的解决方案是台海一家亲的原则的话 你怎么可以用武力统一 因为你用到的武力军方 这一定是对付外族侵略者的 对吗 再一个呢 他也讲到 他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要由中国说了算 不能由美国说了算 这个话再听上去是有道理 但是你放心 他对于中国这个词的解释 绝对不包括台湾的 关于这本书的始作俑者 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校刘明福 我去查看了一下百度里面 有关他的信息介绍 首先他的个人作品里面呢 包括了一个很有名的叫做 中国梦 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和战略定位 另外他的作品里面还包括了习近平思想的中英文版 他的个人观点里面 我注意到有一个话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21世纪的中国如果不能成为世界第一 不能成为头号强国 那就必然是一个落伍的国家 一个被淘汰的国家 我个人觉得 从外界对他的定位是军方的鹰派来说 他这个恐怕还不仅仅是鹰派 是一个相当极端的鹰派了 也就非比即此的一种观点 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有一个观点是什么呢 就是认为中国应该利用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 成为世界头号的军事强国 强大到美国不敢也不能干涉台湾海峡的军事斗争 所以我个人觉得他的这个想法确实是跟就是从去年以来一再凸显的 无论从华为事件 无论从外交部 无论从很多后来的一些 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的 现在看到的这个都体现的是一个思路 就是不管不顾 没有任何底线 我只要做我的其他的 也不管外界怎么 平时说只按照他的思维来 所以这个呢 恐怕跟中国现在 可以说中共目前所遭遇到的处境 就是完全不顾外界的感受 而且我认为就是他这本书 还有一个重要的被忽略到 他一直讲就是说 比方说是大陆如果是攻打台湾的话 他说台湾会怎么怎么样 美国会怎么怎么样 他没有考虑到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大陆的民众会怎么想 大陆的民意民心会怎么想 这个是他这本书完全忽略掉的 而这个也恰恰是未来 这个时局走向的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还想要惯例用中英法三语 跟大家分享一些小的时事话题 那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来源呢 是加拿大现任的司法部长 他发的推文 他呢是有会见意大利驻加拿大的大使 那么我们现在看他发的这个英文的推文 那我觉得这里面值得注意的就是 阁下就是他是不是直接说什么什么先生 就是 his excellency 然后后面跟名字 这呢就是一种阁下的尊重的称呼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 i have the pleasure 这是一个非常惯用的英文说法 那我们看看 法文是怎么说的 J'ai eu le plaisir de rencontrer son excellence Claudio Taffori ambassadeur italien auCanada pour discuter desquestions d'intérêt mutuels ycompris la promotion de patrimoine italien auCanada 所以呢 刚才那个 guan用语 I have the pleasure 所以在法文里面 就 J'ai le plaisir de faire quelque chose 然后呢 其他的就是差不多了 就是阁下 他是用在法文里面 就是son excellence 然后后面跟他的名字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